DVD 看DVD剋掉三分之一盒 就Costco買的那一種 那個好美喔 不然講到這個 我們在臨床有遇過 就是跟客帆一樣 就是也是Costco買的那種花生 他一口氣就剋了大概 沒有那麼多大概五分之一口 就進來醫院做星島館 所以吃太多對不對 客帆你可以保重你自己嗎 他偷愛拿那個Nuts給我的 因為他看你的體質就知道 給我十幾包耶 他是怕不給我Nuts 我會給他要泡麵這樣 對啊 你稍微要控制一下 那最後一個雞蛋 雞蛋呢 因為雞蛋很多人一聽到說 有膽固醇膏啊 心血管就不一樣 其實雞蛋裡面的蛋黃雖然裡面有膽固醇 但是它裡面有一個對我們腦部非常好 叫卵磷脂 磷脂在我們體內可以新增所謂的乙溪膽 這個東西是絕對參與我們神經傳導非常重要的 請問一下營養師喔 一般就大家對雞蛋有一點忌諱 對 那一個禮拜 比如說一個禮拜如果每天吃一顆可以嗎 基本上如果是像學齡期的一個兒童 或者是中年人他沒有心血管的問題的話 其實我是鼓勵一天吃一顆全蛋 對 那如果 那白煮的比較好還是煎的比較好 那當然如果沒有油的話盡量是白煮的 是白煮 真可惜喔 一個禮拜可以吃二到三顆全蛋 是沒問題 那今天營養師也幫我們帶來一個料理 可以增加我們的腦力靈活的 對 基本上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說 這四種對於護腦有一定的一個幫助的食材 對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就是豬肉的一個部分 瘦的雞肉 瘦的雞肉 對 如果有些人覺得說不想要下火的話 他想要覺得說想要用簡單一點的 其實也可以用少廷最愛的鮭魚 就是那個鮭魚 他也可以就是他就不用煮了 高拱 每天吃 每餐吃 基本上我們就用瘦的豬肉先鋪起來 然後這個是已經煎好的蛋 對 而且這個蛋泥完全你在煎的過程中 完全不需要 不會黏起來 黏鍋吧 那要鍋子好吧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把我們剛剛講的 蔬菜之王菠菜 把它放進來 這也是燙熟的嗎 燙熟的 對 燙熟 燙熟切斷 對 切斷 葉菜類的部分我們可以用來煮粥 而至於梗的部分我們就來包這樣子的一個捲 對 然後很簡單的我們就把它這樣子包起來 肉反而是在最大一圈 對 肉是包起來這樣子 對 然後 肉需要先用醬油醃嗎 要 就先醃 所以其他完全不加熱點的調味料 是 這是什麼油 加一點橄欖油 橄欖油 好的 橄欖油 是 OK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這個下去炸 炸 對 就可以了 其實這樣炸也很快 對 很快 煎啊 煎一下 好香喔 而且小朋友吃這樣兩卷 其實什麼營養都有 有 蔬菜也有 蛋白質也有 而且又漂亮 好 那我們這邊就有已經煎好的成品 好 煎得長這樣 對 非常漂亮 好 那請來賓們試吃一下 謝謝 吃大一點的才會補腦 克帆 克帆這整盤都你的喔 沒有沒有沒有 憲哥要不要嚐嚐 好 謝謝 好 怎麼樣 好吃嗎 我講起剛剛的 是不是 有沒有那麼巧 馬上記起來了 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有香 有香 對啊 好強喔 吃完真的有補腦耶 最多數字的是8 沒有 有啊 有啊 很有效耶 馬上記上去馬上記得 對啊 實在是太偶角了 那哥哥要多吃一點 對 沒錯 真的好好吃喔 這是那種尿牛肉蝦 搭球嗎 好 謝謝盈陽老師 謝謝 謝謝 好 剛剛其實我們討論的是 從飲食的部分 對 但是其實呢 可能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因為有些習慣呢 不過小心就會讓我們少年痴呆 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習慣呢 第一個我們看到的就是 用電鍋煮飯會讓你 氣不得回家的路 什麼啊 好可憐 從小吃到大 有誰不是吃電鍋煮的飯 對啊 對啊 怎麼可能 我還吃過那個大鍋煮的 你們根本就從小就吃電鍋煮的 還好 我們小吃常常吃麵 這個是真的嗎 用電鍋煮飯不是從小吃到大嗎 其實應該是說如果你電鍋使用的錯誤啦 因為一般像電鍋或電子鍋 它為了要讓它傳導比較快 所以它裡面的一個內部都會用鋁 所謂的金屬的鋁 來做一個 以前的通通用鋁 來做一個傳導 可是又怕說我們的白米飯啊 或你蒸的一些食材 會跟這個鋁直接接觸 對 所以一般的業者他都會外面塗一層 所謂的就是 來讓它穩定它 但是又被發現這個塗料裡面 所含著重金屬更多 是喔 比如說像是一些 全部蛋都在裡面 那現在的電鍋裡面 是不是會有那個東西啊 現在有一種電鍋是 完全用不鏽鋼的 就是裡面的內鍋也不鏽鋼 然後那個它裡面的傳導 也是用不鏽鋼的 那這樣又要換電鍋了很快喔 不過因為我們已經吃太多了 內鍋啦 內鍋換就好 換內鍋 對 有的時候它可能加熱的時間過久了 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很重要的是清洗 因為如果你在清洗的過程中 你又先鋼刷去刷它那個 對 那它可能有刮痕 那些重金屬就會從刮痕 可能會流出 對 然後還有就是酸性的一些 比如說檸檬 或者是一些酸性的一些醬料 你可能直接去跟它接觸 也會讓它流出來的一個 重金屬的比例增加 是 然後我特別喜歡早上吃粥 喔 早上吃粥 對 所以我早上就是會 我發現客帆對於吃 真的還滿講究的 開玩笑 然後呢 我們在晚餐的那個飯的時候 如果只是白米飯 無聊 Boring 我們家呢 我媽媽家是廣東人 她會做那個肝腸跟那個 辣味道 辣味道好多喔 對 就直接 而且我們家的那個肝腸跟辣腸 是補到滿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會 就把肝腸拿起來切好以後 可是張媽媽也是用電鍋嗎 電鍋就可以做辣味飯了 辣味飯 那Evy 你們家的電鍋是怎麼選啊 我都是選日本的電鍋耶 因為從小我就覺得 日本的電鍋煮出來的飯比較好吃 真的 我試過 有嗎 是日本的米好吃吧 沒有沒有 台灣的米 日本的電鍋 因為我用一樣兩個電鍋試過 我覺得用好的電鍋不好的米煮出來 也是會加分 真的 真的 然後煮的時候我會加點米酒 我覺得飯會變好吃 一般來講 現在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電鍋 那電鍋 它的一個重金屬 真的有那麼嚴重 可以傷到我們的腦力嗎 是的 這個電子鍋跟電鍋 在你這個 它的品牌比較劣質的話 或材質不是很好的話 就跟這鋁中毒比較有關係 鋁中毒跟我們的腦的損傷是有關係的 是 這也是最近的醫師他們在研究發表的 對 就是說因為我們身邊的鋁的東西 它是這種無形的毒素 除了電鍋電子鍋之外 還有我們那個甜甜圈 你要給它用蓬鬆劑 對 還有我們的炸油條用明煩 對 甚至我們比較劣質的牙膏 一半以上它都有這個鋁 鋁的成分一高的時候會有什麼問題呢 因為有醫師有研究過 有一個單位他發現我們台灣有 他對鋁的排泄排出是不好的 排出的能力是不好的 那有80萬人是跟我們剛才營養師提到 就是說失智症阿滋海默症有關的 這跟直系親屬你的基因遺傳 就是說它這個 對這個鋁的這種排毒吸收排泄是不太好的 大概多了100倍喔 所以我們國人對這個鋁的排毒能力 並不是很好的 所以假如說我們平常吃的食物太多這種鋁的東西 最近新聞講的有沒有這個炸魚有沒有 炸魚用鋁箔包阿 然後再加點檸檬汁阿 對 那都很不太好的 整個都釋放出來了加檸檬汁 對 所以剛才營養師有提到我們電鍋 盡量它的能耐高溫要超過 而且不能有太酸性的東西阿 檸檬阿 那米酒可以嗎 米酒不是酸性的 那就可以 油的 油脂的 比較油的 酸性的高溫 酸性的高溫 酸辣油也不行喔 酸辣油也不行喔 都高溫 而且酸辣油也不能太大捧的 是不是 像文油色變 是 所以說最主要是有刮痕有受損的話 它鋁的釋出的量特別多 對 所以有刮痕受損要趕快怎麼樣 就不要使用把它廢棄丟棄掉是比較好的 對 那羅醫師我們不管是外面那些小食攤 煮個麵都用鋁鍋 對 烏龍麵也是鋁鍋 幾乎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那你來教我們如何讓這些體內的鋁排出去 讓我們的腦越來越健康 我發現很多我們現在市場上攤販還有一段說廣東粥阿 那我覺得那廣東粥我是覺得請商家盡量不要用那個鋁鍋 不可能的 它的確承導性比較好 對 對啊 一定都是用鋁鍋 對 他們換成不鏽鋼鍋會比較好 是 那平常上我們可以來建議來用一點我們的排毒的這個 中藥材我覺得還不錯的 這裡面有 張克帆健康拉緊抱近視睡覺惹的禍 我大概跟憲哥差不多了 大概就五個小時 對 那真的好少 超過 就睡足六個小時還真的很少 睡不下去 如果像克帆哥或像憲哥這樣 一天連六個小時都睡不到的人 他的一個就是記憶力或者是失智的一個情況 憲哥 會比同年齡 會畫四到七歲